第一名魔灵志玲终于要嫁了 今年6月突然闪电公布婚讯 与小七岁日本天团Exile 放浪兄弟成员Akira 准备携手共度一生 其实许多人对这位日本女婿有点陌生 Akira不止精湛舞技 更跨足影剧 也参与过时尚大秀 目前37岁的她 年收入约4000万到6000万日币之间 大约1200万台币到1800万 比起志玲姐姐的上亿年薪 还差了一大截 本名黑泽良平的Akira 在2004年因在Hua跳舞被挖掘 向重她的就是以丹菲的元老级成员Masu和Makide 两年后正式加入放浪兄弟 担任表演者 放浪兄弟是日本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超级天团 不但是日本红白歌合战的常客 2013年发布的第40张单曲 放浪荣耀因为如此深爱 这世界于第55届日本唱片大奖获奖 成为首歌连续4次获得该大奖的得奖者 至今已在日本累积超过2000万张专辑的销售 相当惊人 出道多年人气依旧不减 除了团体上有杰出表现外 Akira在戏剧圈 电影圈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比较为人所知的作品包括麻辣教师GTO 流星花园 江 战国三公主 古书堂是件首铁刊子与她的奇异宾客 Akira除了曾经担任知名精品品牌Ralph Lauren的代言人外 也是Ralph Lauren品牌创立以来第一位亚裔代言人 甚至还曾于纽约时装州的Ralph Lauren 50周年大秀上走秀 是一位横跨各界的斜杠男神 坐有台湾第一名模美名的林志玲 先前为了慈善 透露自己投入八位数人民币 等于是自己的一半积蓄 一句话意外曝光自己的总财产破亿 由于林志玲在两岸三的都拥有高人气 代言 广告 商演街道手软 偶尔也有影剧演出 剧传曾一年赚下两亿台币 年收入相差高达一十倍 这段婚姻更被日媒形容为超级格差婚 也就是双方在各方面都有着明显差距 且通常指女方优于男方 尽管如此 网友人开心力挺 老婆是台湾的珍宝呀